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辛苦当然是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它毕竟不是说这么这么大众的 但是我们会希望这个推广的角度 所以有时候在比如说这个是做的时候资源什么的话 我们会希望就是说可以更多的人看到 但是让我们有得到很多很多人的支持 然后有时候做媳妇很辛苦 然后但是如果得到很多人的支持的话 我们就会觉得很有动力要继续做下去 特别是我们去访问 如果我们听到大家说我们都有在看你们印象年代 我就觉得好开心喔 不然再辛苦都值得 对 其实我小时候就是也很喜欢画 然后就是可是大家其实应该都蛮喜欢 就是有时候上课也会在那种课本上涂鸦什么 但都不是很正式 然后我其实心里一直觉得有机会的话 或许我也可以找个时间去学画画 但是就是有机会就一直停留在这边 但是我就做媳妇的时候真的找他去拍画展啊 然后拍一些艺术品什么的 然后就觉得说好棒喔 如果说真的可以创作 然后我也会希望就是说自己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去画出一些 呈现一些很美的作品 我觉得对我心理上的转变是 我会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欣赏艺术品 那因为以前去看艺术品可能就是看他给我的震撼 但是我觉得我在学习艺术创作之后 我会去看他们背后的过程 尤其是看到就是特别费工的作品 我也特别心有气气 我想说哇他一定画了好多好多努力感 对 所以我觉得我不只是就是看这个艺术品给我的美感 我更会看他背后的努力 我觉得心境上的转变这样 呃怎么样跟他相处 应该就是把他好像融入在你的生活中 那即使是你可能去一个餐厅 然后你会去细细的欣赏他的杯盘 你会觉得哇这个老板好用心 他挑的杯局啊盘局啊 就是非常的用心 然后去欣赏他的设计 就是说你生活会有更多的面向更多的思考角度 去欣赏去捕捉生活中的美 对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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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